大家好,我是Leo,接下来我继续说那个Area2的安装 然后我现在是在Ubuntu系统里面 首先还是一样的,就是先去这个网站 然后我复制下链接,右键复制 然后就是,我就用谷歌浏览器吧,快一点 然后就是拧贴并转道 还是一样,我放大吧,放大一下 OK,差不多了 然后关于Ubuntu的话,它是Linux系统 但是,它这边的话有一个问题 我原来是准备用这个npm安装的 然后我也用了这条面链 但是它直接就出错了 所以没办法安装 然后这个是Windows的 所以也不是它 下面就不用看了,下面是英语的 然后因为没办法安装的话,我就直接下载它的文件了 还是一样,我们按这边的话 我们按这边的话,最后一个版本 3.3.12 然后就是选择这个第三个 这个Linux 是X64 好了,它在下载了 我先看一下它的文件 因为我得手动安装了 看一下它有没有图标在里面 这个的话 我就直接按鼠标右键 然后 然后 好了,提取到此处 好了,它已经解压完毕了 然后看一下这边的话 我先看一下它有没有那个图标文件 没有图标文件 没有图标文件 我再 我把这个原文件也下载了 下面 两个都一样的 OK 这个是它的原文件 我也是按下右键 然后提取到此处 我先看一下它有没有图标 正常情况下 它的原文件里都是有图标的 这个就是它的图标文件 这个就是它的图标文件 我把它 我就把它直接拿出来吧 紧切 右键紧切 然后按下下载 然后 硬贴 然后 原文件就不需要了 直接两个选中了 然后右键删除到 回收 应该是回收 好了 已经删除了 东西都在回收站里面 然后这个是刚才已经压出来的文件夹 就是这个 然后 我要把它放到 一个 程序的文件夹里面 首先我打开终端 缩小一点 这是终端 然后 然后我打入 命令 速度 然后CB 这个文件夹的话 可以选中的 直接拖到这个 这个中段里面 然后 然后 我要拷贝到 那个 应该是OPT 应该是OPT文件夹 我先看一下 对,是那个OPT 好了 然后按下回车键 密码 然后因为是文件夹 所以它需要一个 参数 对,需要一个参数 好了 然后弄到OPT文件夹 回车键 好了 它现在已经加进去了 文件就在OPT里面 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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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是它的主程序 然后我需要把那个图标的话 也把它移出来 图标是这个 我把它移到图标文件夹 也是速度 然后拷贝 还是一样 把这个拖到中段里面 然后是拷贝到那个图标文件夹的话 是 user 完了 完了 好像是user share 我看一下 好像是这个 我看一下是不是 我先试一下 有没有 应该是user share ok 行了 这样的话 图标也拷贝进去了 但是它的图标现在是不可以读取的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权限 嗯 然后加644 64 64的权限 然后是 刚才是哪个 user 然后是share 啊 然后是sc 然后图标的名字是在这边 然后图标的名字是在这边 嗯 啊 啊 ok 就是这个 这个图标文件 我给它一个权限 让我回车按下 现在图标文件也有了 接下来就是需要生成一个就是快捷方式 生成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直接点击 或者说直接拖到这边冰蓝上面 嗯 然后我先去一下那个就是图标文件夹 嗯 然后是application 应该是 s ok 你记住这边的话application 它是有两个文件夹的 一个是s 有一个是没有s的 然后图标文件夹的话是有s的 好了 然后回车 行了 进去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图标 哇太多了 嗯 我把它拉长一点 你看上面这些全部是图标 然后我选一个吧 我想一个接近一点的 等一下看一下这边有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下载工具 哦 这个 这个全smission 它也是下载的 算了就用那个吧 主要是我可以随便找一个就是图标文件 你看后面写着这个点desktop就是图标文件 我可以随便找一个 但是 如果是相同类型的话修改的东西就少一点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全smission 然后先复制一下 按下镜盘上面的那个Ctrl 然后是Shift 然后加上C 这样的话就把上面这个 全smission这个图标文件的名字复制了 然后我们 速度 然后就是copy一下 cp cp就是copy 然后就是拼贴这个图标文件 可以可以用鼠标右键按下 然后拧贴 或者就是按镜盘 Ctrl 然后Shift 加上V 你看这已经拧贴进去了 然后一个空格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吧 名字 名字的话我就写Area NG NG OK 然后后面给它 定Desktop 看一下名字 OK名字是一样的 行了 好了 我们就按一下回车键 这样的话 它的图标也生成了 然后就是改一下图标 然后就速度 MNG OK 哦 错了 修改文件需要一个编辑器 然后我习惯就是直接用那个 呃 G Edit 你可以用别的 但是这个的话直观一点 嗯 可以了 然后回车 运了 嗯 我还想少一点东西的这这么麻烦吗 没关系 我就直接说一下这个内容吧 嗯 嗯 我把字体字体放大一点可能 嗯 哦 不寻找 这样的话好一点 你看他这边的话 后面写着这些什么RF 这些都是翻译 然后默认的只有一条 这是英语的 我们其他的都可以删掉 下面这些全部可以删掉 这么长的 好了 等下下面有中文算了算了不要了 你看这边全选全部选到了 然后就是按下删除 删除 现在的话OK 这还剩一个空格也删掉了 然后这边的话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要删的 然后这边的话 试试按try这个 这条也可以删掉的 删了直接删了 然后主要的是 事实上这两条我记得也是可以删掉了 留这把刑 无所谓的 然后主要的就是这一条 好 这是运行的程序 这是那个图标文件 剩下的 这是程序 就是 类型 这也太多了 算了 下面的话 下面这些 这些我们全部删掉吧 这些事实上没有真正用处的 然后这个的话 我那个支不支持 我不知道 这也删掉吧 它是那个支持的类型之类的 我们也可以删掉 这些事实上 startup 这个是启动的提示 要不要呢 这也删掉吧 反正也不需要了 不是 不是说不需要 就是说 没有 没有太大用处 然后就把名字改一下吧 名字是 哎呀 名字我又忘了 够笑了 rng ng 好了 这就是名字 我们改一下 然后复制一方 复制 复制 然后这名字也改了 这个也改了吧 然后 这条 算了 留着 留着 我把名字也就是 也把名字改一下 可以删掉的 没关系 然后就是程序剩下的 这个是 目录 这个也不用管 我看一下 这可以可以留着一按的 应该是 然后 dip 这个是程序的行车 也不用管 然后 terminal 这就是要不要留下这个中端 有一些程序你打开它可能会有一个中端留在 留在后面 这个 fills就是不留了 它直接就是程序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两行改了就可以用了 首先就是这个图标 图标的话 i my god 早知道我再开一个中端了 没事 没事 嗯 我 我再开一个 中端上面 再开一个右键然后先进窗口 刚才的话我的图标是放在那个 算了 我就不用这个我直接让你看一下文件位置吧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文件 然后选择其他位置 然后计算机 然后是那个 user share 然后是那个ICON 就刚才 刚才我不是在中端里面复制了 一个图标的 位置嘛 我看一下 i i i 在哪里 这个 我找到了 就是这个图标 ICONS就是在这里 你看 这就是我刚才 复制的位置 这是图标的文件名字 然后他路径就已经在这边了 你看一下 user share 看这上面的 蓝 冰蓝 user share 然后是ICONS 或者说直接按一下这个图标 右键按下 属性 你看他的上级文件夹它显示在这边了 然后我们把那个位置改一下吧 缩小缩小一点点 你看你就直接在这边复制一下 你选中 名字 然后右键复制 现在就可以复制到他的路径 然后回到这个图标 这个 这一行 把这个删了 然后在输标右键 按下拧贴 现在是路径 然后还要加一个干号 然后就是输入这图标的名字 OK 行了 名字的话 选中塔 然后鼠标右键复制 好了 回到这个编辑器 然后右键按下 然后硬贴 名字 也好了 接下来就是程序 程序文件 然后回到这个其他位置 然后计算机 刚才我复制的是在OPT文件夹 然后是这个 这是刚才复制的文件夹 程序文件就是这一个 然后还是一样 就鼠标右键按下属性 然后还是一样 选择这个上级文件夹右键复制 然后把这边的话 这个删掉 然后右键按下 银贴 这是上级文件夹 然后就是 程序文件的名字 然后还是一样 选中 然后右键复制 好了 然后在这边的话 还是一样 加上一个干号 然后右键 再银贴一下 哎 我看一下 OK 没问题 所以现在那个程序文件也好了 我看一下这边是不是有问题 没问题了 然后就按一下上面保存 好了 已经OK了 这个可以关掉 然后这也可以关掉 我又忘了已经一个东西 然后因为这个是程序程序文件 所以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全新的 然后我们先回来吧 算了 直接回到主目录那个CD 按一下 回车 然后我们把他的全新给加上 还是还是一样 还是一按收入 应该选 然后加上 X 然后空格 接下来把这个就是程序文件 把它拖进来 然后按下回车 行了 这样的话 把他的全运行全新也有了 应该已经OK了 我们找一下他的图标吧 应该已经有了 等一下 他怎么会有两个 等一下 他他应该没有刷新过来 直接 直接退出吧 注销一下 我们按下注销 就是右上角按下 然后关机注销 然后再注销 好了 现在要注销了 我按下 然后重新登录 OK 然后看一下 就是左下角 显示用程序 然后应该已经有了 那个图标在哪里 这边 看到没有 这边就是他的图标 我就直接把它拖出来吧 拖到这边 等一下 我拖到上面 行了 我拖到这边了 接下来就可以直接 点击一下圈形 好了 我吃了点东西 然后现在继续吧 然后刚才的火注销以后 我又是试了一下 他还是不停的弹出其他的文件 权限问题 所以我去看了一下 我以前安装的那个机子 我发现上面的那个文件夹 他的用 所有者是自己 我让你看一下 这边是其他位置 然后计算机 然后是opt文件夹 然后是这个 Area的文件夹 我们右键 属性看一下 然后这里的权限 所有则是root 所以我需要把这个也改一下 这个的话 我记得自己模型程序就是直接一个运行的权限 就可以了 然后我也没真正去注意过这边的这个文件夹的权限 然后 今天的话 看来需要改一下了 我们就打开中段吧 缩小一下 然后就是 voodoo 然后是ch o dw 然后这就是修改所有者了 然后我得改成自己 等一下 我得把它总的 加上一个大f 就是 整个文件夹里面的文件都会获得这个权限 然后 然后是什么 然后就是我的名字 就是lil 你看一下你的用户名 这是我的 就是把自己的用户名加上 然后接下来就是文件夹 我把这边拷贝一下 这个行 等一下我把这边拷贝一下 基本 哦 不用 直接就是看 OPT OPT 然后是 我让他补全了 就是按一下键盘的那个tab 按下给他补全了 然后现在全部是root 我先关一下 然后回车吧 密码 好了 现在我们再右键看一下他的属性 全信 你看这边的话 所有者就变成了我 然后我把他关了 应该现在就可以运行这个图标了 嗯 等一下还是有问题吗 我看一下 之前之前写的那个 这些命令都还是在的 再按按一下镜盘上面的镜头上下 那个镜头可以选择 然后我看一下图标 应该没问题了 看一下 我看一下 复制一下他的程序 然后 这先取消掉 然后再运行一下 他的程序 应贴 应贴 然后回车镜 看一下 没反应了 没反应 等一下 拖进去 拖进去 然后按一下回车 没反应 看一下他的 可能 我可能我刚才不小心把他的那个运行 运行全行给算了吧 重新把他的运行权限给加上去 好了 然后再把他拖进来看一下能不能用 等一下 这不科学 我注销一下吧 注销 然后我还是先打开中端把中端看起来先 然后就是按镜盘的上面的镜头 我看一下能进去这个运行 可以运行 没问题了 也没有提示说权限什么的 OK 然后先逛了 你看这边的话也是OK的 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OK 然后然后就这样就行了 看一下这边还有个错误什么 这些是 然后这只是警告黄色是警告没关系 OK 这个的话 这个也没关系 没有问题 可以了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中端给关掉 哎 出现问题了 出现问题了 然后先确定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两个 我再 我再把中端打开看一下 上面这个先退出 然后再重新重新运行一下 这边OK的 托盘关闭掉 没关系 没问题 这些是警告 这条 我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反正它只是一个提示 也不是说什么非常严重的东西 正常情况下应该ok的,我再关了,再打开看一下,直接点图标了 只要关闭的时候,如果不再出现错误就行了,这样已经是ok的 忘了看一下有没有错误,这边退出吧,上面的小图标,退出,没有问题了 反正这样就行了,这样就能用了,接下来要做什么 接下来新开着,我需要测试一下 接下来我先缩小 然后就是测试测试的话,还是用谷歌吧 谷歌浏览器 然后他的那个地址是,我看一下 这是他的网站那个地址,我复制一下先 右键复制一下,然后在这边网址里面 我放大一下,网址里面硬贴并转到 然后 还是一样嘛 直接就是点这边,右边的这个版本3.12 就是latest就是最后一个 然后下载哪个呢 下载这个吧 Win32x64 我们右键按下 然后复制令接地址 好了,然后就打开这个 Area 这边打开按,行了 然后在这边,新进 我现在引试的是那个手动下载 新进 然后右键 然后是什么,明天 反正跟Windows上跟那个苹果系统上是一样的 然后就按那个立即下载,按一下 好了,你看 哇,这个速度更快 28兆 已经下载完成了 哦,对了 反正都是一样的 这边是下载,然后 这是那个RPC 就是状态这边按一下 RPC的那个地址 然后 设置的话 你看一下吧 你如果真的真的要改的话 你也是可以改的这些文件 你去 去这边 我先后退一下这网页 这边进到后退一下 他有写了他的配置文件 OK 你看他的配置文件的路径 Windows现在是在这个 然后这个的话 你可以直接复制一下 全部复制 然后在那个Windows 那个什么 资源管理器 直接把它就是拧贴进去 然后回车 他就会进去了 你这边不用管他 这些符号什么的 你复制的话是复制这么多 后面那个是文件了 你复制这么多 然后回车进去 他就会到达一个文件夹 里面会有这一个文件 然后 Windows也是一样 你可以进去这边 这个文件夹 或者这边这个文件夹 然后是苹果的话 是用那个跳转 你直接 直接到这个文件夹 找一下 这是配置文件 可以改的 反正 不说了 然后我想要说什么 可以改到这边 可以改到这边 还有什么东西 手动下载 我已经 让你看了 然后我要装那个插件了 接下来就是按下 这边的三个 三个点 反正跟苹果系统 或者 Windows上面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更多工具 然后扩展程序 原来乌班图里面 他自带了这么多 插件了 已经 好了 我们直接搜索 搜索什么 Alea 没有 结果 OK 然后这边的话 他这不能用的 我们需要点击这边的 左边这个扩展程序 这边有个 什么 主菜单 OK 点击一下 然后下面 看一下 有一个网上应用店 点击一下 这是 同意 OK 然后 这边 打 Alea 2 2 回车 好了 好了 我也是下载这个 下面什么 迅雷 这些其他差劲的话 就以后再讲吧 我就选第一个 停加 停加至 Clone 停加 好了 这边的话 反正 主要是这条 不用改了 我直接按保存 因为我那个也是默认的 因为我那个也是默认的 然后就是用这个下载 然后导出到 Area 2 OK 看一下这边 很快的 他现在已经上面已经形式下载完成了 你看这边 已经在这里了 嗯 然后 然后的话 我先复制一下这个网址吧 一会 一会在firefox里面 这个就关了 关了 然后firefox插件 还是一样的 嗯 就是 这边 三条干 然后按一下 扩展和主题 然后就是搜索 这略图 然后我还是选择这个绿色的 然后 添加 添加 添加到firefox 添加 然后这边的话 看你的情况 你如果需要在影视窗口运行的话 就把这边悬散 然后按下 好的 OK 这个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就把这个页面先关掉 好了 好了 然后我们回到这边的话 是想 扩展 插插件已经在这边了 然后按一下这三个点 然后就是首选项 这边 这个还是一样 还是要自己停的 我们就手动填一下吧 http 然后是冒号 然后是 接下来就可以填 127.0.1 然后冒号 然后是什么 json 是rpc 这样就可以用了 行了 然后这边的话 看你的情况 你也可以把它换成那个 localhost 跟这边一样 你看这边是localhost 行了 这边先放一下 然后就是测试 打开一个新的网页 然后 右键 硬贴 就是刚才我在那个谷歌浏览器里面复制的网址 然后选哪个呢 选第二个吧 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 这边有 windows 然后跟那个苹果的 我就选第二个 就是rfm 好,又进 最后一个是那个send to rl rl 放证是第一个 第一个是直接下载 第二个是存储位 然后我就选第一个 第一个他就会直接 发送到这个rl rl 然后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就是另存位 你可以改名字之类的 第一个就不用了 第一个就是不用 不用改名字 他直接造原来的这个名字就是下载了 我就按第一个了 ok 然后上面写的是send successfully 好像 完了 上面也显示了一下弹窗 就是下载完成 我看一下 应该有三个 行了 三个文件都有了 这就是刚刚我下载的 然后他们都是下载在默认的就是下载目录里面 下载 这里是一样的 你看 下载的东西都在这里 我按关闭的话 他就直接缩小到上面这个弹出小的按钮小按钮 好了 好了 反正 软件的话 也安装了 然后 浏览器插件也装了 反正需要用的话 你就是先打开这个软件 然后才可以使用那个谷歌或者火呼的那个插件 然后除非是你手动自己添加一个那个下载地址 不然的话就是就是用那个浏览器去下载吧 然后就是还是还是一样的就是他们的插件是很多很多的 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 之后我再我再放那个百度元的那个下载插件 好了 差不多该说的都说了 然后就是不好意思 最近喉咙真的是太不舒服了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可以帮我点个点个赞 或者说订阅一下 然后分享一下 好了 谢谢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